大家好,我是林牧師 記得大概三個星期前 我在周六崇拜曾跟大家分享 我們一些將來的夢想和儀仗 我給了一個題目 它叫做 More Than A Worship 對於那間教會來說 崇拜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 崇拜不是一切 我們很想周六崇拜可以發展 一些新的事工 例如小組 是我們一個很想成就的東西 以至大家可以 在小組裡彼此認識 以至我們教會再不只是一個 超越崇拜 不斷大家在當中去成長 我們一直在考慮 發展一些不同年齡層的事工 但是因為 現在COVID的情況 因為香港新冠肺炎的個案 不斷飆升 現在我們要相聚都很難 再下去會是怎樣 我們都不太知道 我們知道我們八月的 兒童聖經營 那時候已經有一班 十幾二十個同學 報名 現在要取消了 我們本來很想再重新開始的天路歷程 的小組 都要因著現在疫情延遲 就算我們以後 我們回來實體崇拜的時候 我會開始 在崇拜完了之後 繼續和大家一起讀天路歷程 不過我想我們小組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有可能再回來 因為現在看疫情的情況 真是很危險 當然了 讀經計劃是可以做的 我們也是預備在八月的時候 再次推出鼓勵大家去讀經 不過在沒有辦法相見的底下 要一起去建立教會 其實是有一定的困難 在這個病毒的陰影之下 我們怎樣繼續去建立教會呢 我和一些同工談了 我們決定在下半年 即是八月開始 在網路上 去推動網上的門訓 市民的小組 每組大概是十個人 而大概每兩周 是相聚一次 但是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很多研究都告訴你 你要在網上做一些事情 開會都還可以 但如果要在網上去建立一個群體 其實是很困難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大家上網的時候 我在Zoom也好 我在Google Meeting也好 其他時候 我又在看我的手機 又在做其他事情 你怎樣可以專注 怎樣可以投入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網上 即是我們開始預備 這個網上門訓 市民小組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講 大家對那件事的投入 如果不是 是沒有辦法成事的 所以我就 Drop了這幾個條件 即是說 如果你想參加這個網上門訓 市民小組的話 即是每個組 我正如所說 大概十個人 接著每兩個星期會聚一次 在2020年裏面 我們都是聚十次左右 你要做三個納字 第一個納字 你要納字 去研讀上帝的話語 你要承諾 你會不斷重複去讀新舊約的聖經 其實都是我們一直在說的 你每天 起碼要讀六十節 六十秒的挑戰 即是你要參與這件事 身體力行 所以我們開組的時候 第一件事又會問 大家有沒有準時的讀完 你應該要讀的聖經 這個 accountability 是很重要的 大家給予此去免禮 聖諾 讀新舊約的聖經 聖諾每天讀六十節最少 聖諾每次都去出席這個聚會 因為聚會在網上 所以大家可以按住不同的時間 每次聚都可以 時間差一點都可以 不過大家要承諾 大家都要出席這十次的聚會 第二個承諾是承擔教會的使命 這個承諾可能要求更多些 第一 第一 我要你承諾 你每周 無論我們有實體 或者網上 你一定會參加 我們教會的網上崇拜 或者實體崇拜 為什麼呢 這個很重要 因為大家要有一個共同的根基 一起去建立 如果不是這個小組 就是你又在聽一些東西 我又在聽一些東西 但大家都在聽不同的東西 不行的 我們需要有一個共同的教導去建立 所以你承諾每周一定會去實體 或者網上去崇拜 參與我們的崇拜 第二 你要承諾 喜樂的捐獻 委身十一奉獻 這個我想聽到這裡 可能有些人說 哇 你怎麼搞啊林牧師 在這個時候還跟我們說十一奉獻 其實我最近經常都說奉獻 你沒聽過 或者你忘記了 你可以回去聽說過 我覺得奉獻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奉獻真的告訴我們 我們究竟是否專注投入上帝的天國 我記得去年 其實都不是很久之前 去年11月我們的兩周年紀念的時候 我就做了一個slide 這個就是我們夢想當我們兩歲 我們現在踏入第三年的時候 我們想我們的教會 想我們的周浩崇拜是怎樣 是一個喜承擔 喜承擔的一個崇拜 我用了雙喜因為我們兩歲 也是喜因為我們要開始英語崇拜 我們覺得承擔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要參加這個門訓使命小組的時候 我想你 我需要你 是承諾你會喜樂的捐獻 十一的奉獻 還有就是承擔你會為教會祈禱 為積極到我們恢復實體從馬的時候 是積極的事奉 第三 我想你立志 要彼此的真誠相較 什麼意思呢 在那個群體裡面 在那個網上的十個人的小組裡面 你一定要願意和其他大英姊妹 坦誠分享你的靈命 不是生命的 是靈命 我也要你承諾你會盡力自己的能力 去關心你小組裡面的人 亦都是願意接受別人的關懷 這個關懷包括有些提醒的 有些人關懷你 林穆斯最流行的 我關懷你的時候 可能是問你有否讀經 你可能覺得你不是關懷我 你應該問我有沒有考試 考試考得不好 其實你要知道 你明白這件事 其實考試考得不好 有什麼重要 當然你沒有努力 你很懶散 考得差 這個應該值得留意 但是 其實我們很需要彼此的關懷 有些人對我們的提醒 甚至是勉勵鞭策 你要願意去關懷其他人 亦都願意給別人關懷 第三 在那個真誠的商交裡面 你要彼此的代討 亦都願意 經常跟其他的大英姊妹 一起去討告 我不知道你聽到這裡 你覺得怎樣 我最近 我們在同工會裡面 大家都在說 下半年都不知道 有沒有機會回來崇拜 於是有人說 我們要推一些網上的小組 我就把我這個 使命小組網上門訓的想法 放出來 聽到很多同工都看著我 你傻了 其實大家說 你把巴士寫到這麼高 哪有人願意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同時 我們考慮了很久 我跟同工考慮了 我問好不好有一個公開的邀請 還是我們隨便找幾個人選 真的找工作來做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公開邀請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回應 我說 林穆星我想參加 我願意 立志 我願意承諾 我願意擔起這個重任 我起承擔教會 如果有的話 我心裡想 你如果有的話 難道我不去盡我們最大的努力去牧養他 就算我不夠時間 我也想去做這件事 是不是 但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憑信心 把這件事放出去 我看看你們有沒有人回應 但我真的很切切祈求 我們這個亡上門訓 使命小組 可以成為我們將來教會的天國小石 上帝使用我們 讓我們可以用我們的小組 用我們的生命成長 去建立未來的公理堂 講到這裡 其實我真的在說公理堂 但是我也不想說 如果你現在還未在公理堂的會友 或者甚至你未受洗加入教會 但是你願意立志跟隨耶穌 你愛慕他的十字架 你渴求和我們一起讀真理 你願意你看見公理堂會是你現在 將來的熟成之家 我也歡迎你報名 但是如果你是會友 當然更好 但是如果你還未 或者在過程中 我也歡迎你去考慮報名 你跟我說 我們再談談你的情況 我們這次用的材料 會有本書 其實是英文的翻譯 中文 叫做 Let's Study Hebrews 就是自治朱基 希伯萊書 我們一起讀這本書 因為希伯萊的背景是一個 迫伯 然後有一些門徒 因為迫伯 而開始離開教會 有些是貪愛世界 有些是因為迫伯的緣故 我想我們選這本書 是因為這本書 是一個非常 怎樣說呢 都挺沉重的書 但沉重得來 其實真的 是讓我們可以面對大時代的書 不是一個輕散的書 你讀的時候 會讓你有一種迫切感 有一種重量 但也有一種榮耀 福音原來如此榮耀 一個跟隨耶穌的生命 可以如此榮耀 這樣 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事情 香港現在的形勢 全世界的形勢 究竟以後會是怎樣呢 COVID會不會有一個解決的時候 如果COVID解決了之後 香港會不會開始見到這個移民潮 你會不會移民呢 其他人 教會會剩下多少人呢 這些是一些很大的問題 需要一個很大的回應 今天我們需要的小組 不是圍勞取暖 你害怕啊 我害怕啊 我想著這件事 不如我們給此祈禱 怎樣去移民 攻略等等 不是 我們需要不一樣的小組 現在有些人都會說 叫逆市去開餐館 或者現在開餐廳 都是倒閉 但竟然有人是逆市去開餐廳 我也都是想逆市去開市名小組 我希望你都可以思想這件事 是和我們一起去度過這個很特別的一年 在這一年裏面 我們將我們的生命獻給上帝 在這一年裏面 我們立自讀完上帝的話語 在這一年裏面 我們立自一生去捐獻十一 至少的去奉獻 在這一年裏面 我們成為一個團契裏面的一份子 我們彼此去勉勵 也都接受別人對我的提醒和勉勵 我們一起為教會祈禱建立現在 在將來的公理堂 所以歡迎你 你可以通過我的電郵 或者WhatsApp 去和我報名 我都會衡量你不同的情況 你如果有需要有特別的疑問 你都可以歡迎你和我講 我們再看看 最後有多少人報名 然後我們想一下怎樣去分組 願上帝真的祝福我們 在這時候可以回應上帝對我的呼召 大家努力